Hello 大家好 志力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很久没有跟大家聊惊弓的潜水表 主要是因为在这个频道呢 我做过很多关于惊弓经典潜水表的影片 比方说惊弓的62MAS Capital Willard 惊弓的海龟 武士 相扑 Marin Master 都有给大家介绍过 但是呢 唯独有一只非常经典的惊弓潜水表 没有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惊弓的吞拿 或者又叫做罐头 那么在1975年呢 惊弓首次使用钛金属 制作手表的表身 而且研发出一只潜水深度可以达到600米的潜水表 它在手表原有表身的基础上 加了一层非常坚硬的钛金属的外壳 使得这只腕表在水下600米 依然可以正常的运行 不出现任何的问题 那么在整个金工的历史 乃至全世界的整个制表史上 金工的吞拿罐头 绝对是一只非常经典的腕表 值得收藏的腕表 但是为什么我购买了这么多只金工的潜水表 却唯独没有买金工的罐头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它的尺寸特别大 金工的罐头算是金工潜水表里面 尺寸最大的一只腕表 基本上这只腕表只适合在夏天 穿短袖的时候来佩戴 如果你穿这种长袖的衣服 这个袖口完全会卡在手表的边缘处 非常的不舒服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只腕表的价钱 因为金工吞拿手表的材质比较特殊 而且在制作的时候 要比普通的潜水表多了很多道的工序 所以它的定价在整个金工潜水表当中也算是比较高的 通常在1000美元左右你购买金工的吞拿 它使用的机芯是这个实应机芯 如果你想购买一只配备全自动上链机芯的机械腕表吞拿 通常配备Bio 35机芯的腕表都要达到2000到3000美元以上 这样一个级别 所以如果可以花费到3000美元以上 在市场就有很多其他的品牌可以供你选择 你可以多贴一点钱 购买低多的Black Bay或者Omega的海马 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这两点就是我一直没有购买金工吞拿的两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最近金工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Street Series 这系列的很多腕表都是基于吞拿腕表的圆形设计而来的 而且它的尺寸相对比较小 适合大部分人的手腕 另外它的价格也只要在500美金左右 我觉得是目前在市场上500美金左右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支潜水腕表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支腕表的细节 这支腕表的代号是SBDY073 我是在nomadwatches.com购买的 我在nomadwatches.com购买过很多支金工的潜水表 他们的服务非常的周到 nomadwatches.com是在新加坡的一个网站 他们寄到美国的速度也非常快 使用DHL的快递 基本上三四天的工作日就可以寄到美国 这支腕表的售价是490美金 像传统的金工罐头 它的尺寸非常大 表身的直径要达到48毫米 而这支腕表的尺寸就刚刚好 它表身的直径是43.2毫米 表身的厚度只有12.6毫米 整个表身还是采用非常经典的吞塔罐头的设计 它的龙头依然是在4点钟方向 下跌式的表冠 使得这支腕表的潜水深度达到200米 这支腕表非常好看 是整个street series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配色 整支腕表的配色以深蓝色为主 蓝色的表盘 蓝色的表圈 加上蓝色的硅胶表带 在表圈的0到20分钟的区间内 使用的是有点金黄色的颜色 另外在表盘的石标和指针上面 都使用了有点泛黄的发光体 看起来有点复古的感觉 另外这支腕表的指针我非常的喜欢 它并不是使用传统的箭头的指针 而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复古的条状指针 另外在4点和5点之间有日期的显示 日期盘的底色同样是深蓝色 跟表盘是一样的 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 把龙头拔出来调到一档 有日期快调的功能 调到二档可以调整它的时间 而且在调整时间的时候 秒针是停止的状态 方便你更加准确的调整时间 下面给大家转动一下这支腕表的表圈 这支腕表表圈的Action 我觉得要好于进攻的海归 武士和相扑系列 它的阻力刚刚好 通常像我宣传我的武士或者海归 有的时候在手上有水的情况下 你拧会非常的困难 表圈会有一点紧 这支腕表的阻力就刚刚好 不会有特别紧的状态 可以看到这支腕表整个罐头形状的表身 都采用了这种拉丝的处理 在日常的使用中不会特别容易产生刮痕 另外在表尔的侧面使用的是这种抛光的处理 整个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支腕表表尔的宽度是20毫米 它使用的是进攻全新的硅胶表带 手感非常柔软 戴起来非常舒适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进攻老板潜水表的那个表带 看起来更有工具表的感觉 但这支腕表 因为是一支相对比较休闲的腕表 它使用的这个表带 戴起来应该更加的舒适 在平时日常佩戴 显得不会那么宽 把这支腕表翻过来 可以看到这支腕表使用的是4235的机芯 这个机芯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像进攻的海归 武士 Monster 都有使用同样一款机芯 它的储能时间 要在40个小时左右 那么这支腕表的夜光效果 跟其他的进攻全水表一样 夜光效果是非常亮的 下面我们关灯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支腕表夜光的效果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支腕表是一支非常好看 实用的进攻全水表 而且以它不到500美元的价格 我觉得是一支非常值得入手的 性价比非常高的进攻全水表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腕表的话 可以到nomadwatch.com去看一下这支腕表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那影片 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